独宝骑兵 英语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指导 老伦斯·卡斯丹编剧的1981年美国动作冒险片 根据乔治·卢卡斯与菲利普·考夫曼的构想改编 故事发生在1936年 哈里森 福特领衔主演周游世界的考古学家印第安娜 瓊斯与纳粹德国势力争夺遗失多年的约会 江湖传言这是天神遗物 可令军队所向披靡 瓊斯与脾气火爆的旧情人马利昂 瑞文·伍德合作 想方设法阻止考古学对手雷内 贝洛克把约会的位置告诉纳粹 电影源自卢卡斯20世纪70年代出的构想 他与考夫曼合作 把理念深化 将20世纪初的系列电影理念现代化 考夫曼提议用约会作为片中各方争抢的焦点 卢卡斯后来专注太空割据项目星球大战 该电于1977年上映 同年他把夺宝骑兵的构思告诉斯皮尔伯格 后者数月后加入项目 两人构想片中特技和桥段 聘请卡斯丹连贯剧情 电影靠2000万美元预算 于1980年6月开始主体拍摄 同年9月收尾 除在英格兰埃尔斯特里制片厂设置外 主要取景地点包括法国拉罗谢尔 突尼西亚 夏威夷州 电影上映前的调查结果表明 观众对本片兴致缺缺 与超级英雄电影超人2对比显著 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夺宝骑兵叫好叫做 全球票房超3.3亿美元 是1981年世界电影票房冠军 有些电影院连续放映超过一年 影丁人对本片青眼有加 系列电影理念的现代演绎 持续不断的动作与冒险 以福特 阿兰 福里曼为代表的一众演员有的赞誉 影片获众多荣誉肯定 打下五项奥斯卡金像奖 七项土星奖 另有英国电影学院奖 格莱梅奖 雨果奖等 白居过戏 夺宝骑兵 顶住时间考验 对流行文化的影响经久不衰 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中名列前茅 是电影史上少有的动作冒险片杰作 催生横跨各种传媒的效仿作品 并众多电影人深受启发 1999年 本片因文化 历史和美学领域的显著成就 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影片登记表 电影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夺宝骑兵系列 包括电影续集《魔宫传奇》1984年 《圣战骑兵》1989年 印第安纳琼斯《水晶骷髅》 《亡国》2008年 电视剧 电子游戏 漫画 小说 主题公园景点 玩具 同名业余翻拍电影 第五部 印第安纳琼斯电影计划 2023年上映 剧情 1936年 美国考古学家印第安纳琼斯 在暗藏杀鸡的秘鲁神庙找到金像 但遭竞争对头雷内 贝洛克埋伏 金像被倒 琼斯乘待命的水上飞机逃走 回美国后 他从陆军情报部获悉 纳粹德国势力在埃及塔尼斯附近 大肆发掘 所发电报还提到琼斯的导师艾伯纳 拉文伍德 琼斯推断 纳粹再找约贵 阿道夫 希特勒深信其中 蕴藏不可思议的神通 能令德军所向披靡 琼斯接手 陆军情报部委托 决定抢在德国人之前找到约贵 琼斯在尼泊尔的酒吧 遇到旧情人 拉文伍德之女玛利昂 得知先师已嫁和戏去 盖世太保阿诺德 托赫特赶来 抢夺玛利昂的奖章信物 酒吧在混战中起火 滚烫的奖章 在托赫特手上留下烙印 琼斯与玛利昂 带着奖章逃脱 赶赴开罗 两人从琼斯的朋友 萨拉赫口中得知 贝洛克与纳粹同流合污 他们已经利用托赫特手 上楼印制出不完整的奖章 纳粹军人和雇佣兵来袭 玛利昂似乎也在混乱中遇害 琼斯非常难过 伊玛木为琼斯解密奖章内容 一面警告不要打扰约贵 另一面是古埃及太阳神手杖的规格 利用手杖可以找到约贵 琼斯和萨拉赫看出纳粹发掘的位置不对 并潜入发掘现场 利用奖章和正确手杖定位灵魂之景 从中找到装饰精美的金色箱子 约贵 贝洛克和纳粹发现琼斯等人 原来玛利昂没死 但遭贝洛克俘虏 纳粹抢走约贵 并把琼斯和玛利昂关入灵魂之景 两人找到出口 乘装在约贵的卡车逃走 随后把约贵装上汽船运往伦敦 纳粹U型潜艇 拦截器船 约贵是不是真有那么神 琼斯最后放弃 纳粹在测试现场把琼斯和 马利昂�μ仰绑绑住 贝洛克以庄重一时打开约柜 但里面只有沙子 马利昂遵照琼斯的指示 一起闭上眼 不看打开的约会 里面飞出鬼魂 火焰 同时爆发极其强大的能量 现场包括贝洛克 托赫特在内的其他人全部死亡 约会随即关闭 琼斯与马利昂睁开眼睛 发现纳粹的尸体不知所踪 捆绑两人的绳索不翼而飞 镜头转至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政府向琼斯和马库斯 布罗迪颁奖致谢 但拒绝琼斯的研究要求 声称约会放在秘密地点 只有高层人员才能研究 最终约会被装箱后 运入有成千上万只相似木箱的大仓库中封存 藏木于林从此不知所踪